在我女兒四歲的時候 我結束了我的婚姻 那我覺得因為 雙方的這個路線不同 所以我就決定結束 那那個時候我大概半年 完全是封閉自己說 我長得也不錯 我的學歷經歷也都OK 然後我為什麼要接受這個 離婚或者是 這個離婚這件事在我身上 然後甚至我想要報復 然後我的長官 電視台的主管 或是那時候電台的主管 都跟我講說 不要去做那種 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你不然自己做好就好了 可是那時候我就不敢 去參加什麼婚禮 或者是去公共場所吃飯 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看不得別人一家 可以四口這樣和樂的 融融的 阿嬤或是夫妻 帶著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子 在那邊吃飯 那或者是在那個婚禮上 當他們兩個要掀開投殺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 我那個淚我就馬上又掉下來了 那時候妳的女兒 也很沒有安全感 對 其實 第一年我是給對方 然後因為他們有新的家庭 所以後來當他們的家庭又出問題的時候 第一年就有新的家庭 半年就有新的家庭 所以有新的家庭 很急耶 想丟腳本 才有半年 對啊 就新的家庭 那因為對方也沒有小孩 那我以為他會照顧 幫我帶我的孩子 結果並不是這樣 所以後來一年之後 他又回到我身邊 然後其實我的很心疼的就是 以前我的小孩是 那種醒來就是笑笑得很開心 可是到了那個接回來的 那個頭一年 就是他會半夜會被 就哭醒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還必須要有工作 然後跨年晚會 比如說只有跨年晚會 是要到再一點多才會回家 那有一次跨年晚回來的時候 我女兒在哭 然後我說妳哭什麼 他說我以為妳又不要我了 因為半夜都沒有回來 我說沒有啦 我是去跨年晚 妳沒有看電視上在轉播嗎 媽媽在電視上 他只看兒童節目 不看媽媽在電視上 所以他很深 那種怕被拋棄的感覺 對 他有種不安全 極不安全的感覺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一直到 他現在都已經二十幾歲了 有時候我覺得還不願意 就是提起那一段 我離開他一年的那一段時光 那時候你除了面對孩子的狀況 還有經濟的壓力 因為擔心媽媽 那當然因為其實當初離婚 我還給了對方一筆錢 對 那他 他沒有給你錢 對 他 為什麼你們都這麼 加壓力啊 真的 我給對方啊 真的啊 為什麼要給他錢 因為幹嘛都給他錢 因為我們那時候 他結婚你包紅包嗎 真的喔 他生小孩的那一份 因為我們那時候購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那個時候離婚協議說 就是說這個房子就必須 還是要分成三份 小孩子一份 他一份 我一份 那雖然後來的蛋塊 都是我自己付 但是我覺得 他那一份 你要給他 就快換他 我覺得這個迎貨兩氣嘛 就不要再留下任何的這個 厚厚短時間 我覺得所以才能夠那麼平和 然後也那麼完善的 能夠結束這一段 不適合的婚姻 美麗的這個擔心媽媽主持人 在這麼辛苦工作的時候 還會有聽到一些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的話 其實我訂婚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疊平板了 你知道 因為人家說 你訂婚啦 那你結婚啦 那我們有什麼節目 就不再跟你聊了 然後其實離婚之後 好像又一線希望 因為我離婚的時候才三十七八歲 那時候還可以 現在狀態還這麼好 然後那時候就是 有一些這個製作人就說 要不要出去吃個飯 然後我們哪天呢 我們節目這個喝咖啡聊聊 就有的沒有的 然後甚至更有些很過分的 就是說哎呀 那你生活過得去嗎 然後需要我們來照顧一下嗎 就是有意無意的 就跟你這樣聊聊 我就說非常謝謝 他是要開節目給你 你還是要 聊完之後 有任何的狀況 有懷疑這個潛規則 深規則之後 可能才會有下面的機會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那時候其實表面上 我當然只能說 因為日後這個圈子 還是要見面 我們還是謝謝製作人 然後我說目前還不錯 因為當年我們都是在 台式簽約的基本演藝人員 後來的資源也還不錯 所以我就說謝謝照顧 我想這段日子 我也熬得住 那不管他是真的 真心想幫你 還是還有另有目的 不過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既然決定 選擇這條路 我就會自己走下去 對 我要問一下 你剛剛講說 他是你給他錢 那他有付過 任何其他散揚費嗎 沒有 其實我們在離婚協議書上 就是高中以上的這個學費 是可以跟對方要求的 可是我都跟我女兒 我跟我女兒說 你要去要嗎 或是我們需要去做協商嗎 他說因為要也要不到 或是不可能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白費 那個利器 那因為他也有他的家要養 所以我們就想說算了 我們就好好把自己的日子過好 所以他從頭到尾付出過什麼 金錢上 沒有 一毛都沒有 沒有 你要問一下律師 這可以嗎 未成年的子女 有這個教育的 這個撫養的義務吧 這邊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說 如果說雙方已經離婚了 不管你們是訴訟離婚 或是兩院離婚 不管監護權在哪一方 其實孩子的撫養費 雙方都要分擔 那會依照雙方的學經歷或是身分 或是他的賺錢的能力 去做那個分配 如果你們知道要上法院 如果講不通要上法院 法院就會去判 看誰賺得多 誰都付得比較多這樣子 那如果說就算你們在兩院離婚的 協議書裡面寫說 某一方不用付撫養費 這個時候其實撫養費是孩子的權利 有時候你們雖然這樣約定 但是還是可以用孩子的名義去訴訟 對對方去提起一個 給付撫養費的這個訴訟 因為那個是孩子的權利 對 那剛才月立姐她提到的是說 他們已經在上面寫好了 其實她有 她可以用這個 對 她有權利 她可以用這個協議書 去請求對方履行 訴請她履行這個離婚協議書 其實是要得到錢的 只是因為剛才在開錄之前 我跟月立姐聊 因為她說對方把名下都已經做空了 然後什麼要也要不到 那她可能說說拿到一個債權憑證 那到時候就只能每年去查她的財產 如果她有繼承一本遺產 或是再去把它拍賣 就可能會弄得月立姐 她自己會覺得很煩 那她寧願自己去好好發展自己 然後去賺錢 我覺得這個是個人的選擇 我真心說 如果要的產就沒有辦法 就是你只能每年去查 看說她到底哪一年有沒有繼承到遺產 或是有沒有種樂透 那就趕快去試試 真的 我有當事人是真的離婚了以後 才發現她先生有種樂透 然後就可以去取信她的財產 對 還好因為都是小康家庭 如果真的要得到的話 可能也如果有機會要到 我也會去要 可是我想就是給大家一個空間吧 就饒了大家吧 就是你有你的家庭 就好好的各自過各自日子 互相不要干擾 我覺得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對不對 可是剛月立姐提到的那個有關於 就是肥炎流雨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會發生在 長得比較漂亮的單親媽媽身上 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比較難說 獨佔其診 因為我之前就是 應該說我單身沒多久 然後就有一個那個圈內的 應該是說同業 她就寫了一個LINE給我 她說文婉姐 有一個某某公司的老闆 他叫我問你說 你有沒有意願被包養 就曾經有 就直接啊 然後她就哈哈 你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 我知道你的個性不可能 我說你很無聊 像這種訊息 你真的可以也不用 不用來跟我講 也不用傳給我 我說多少會有這種困擾 就是製作人這樣 我們真的都含辛茹苦 每一分每一毛都是自己賺的 然後自己養小孩 可是後來有一次 我非常受傷的是 我是 我都不曉得 那那個閨蜜跟我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然後呢 也都知道我的狀況 因為一般如果說比較 沒有 交情沒那麼好 如果在外圍看 那講一些有的沒有 我就可以理解 因為人家猜測嘛 因為你不了解我 她那麼熟你了 可是那麼熟我 然後是 真的是很要好 後來呢 居然我間接從另外一個 朋友的嘴巴 聽到說他到處去講說 柳文婉拜託 怎麼可能一個人養小孩 養成這樣 他是被包養的 就是說我被包養 那這個對我來講 我覺得太侮辱 然後也辛苦了 也不能接受 因為他跟我很要好 後來我就打電話去求證 你知道後來你知道 他居然就三次經 五次經 然後呢 就就是變成 電視機就給我掛電話 就這樣已經好多年了 我們就 照搖還可以這樣 是 就是 那你覺得好傷心 所以真的不要再對丹媽 我這種錯誤的誤會偏差了 丹媽是又漂亮又能感 又大氣的 丹萱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